安靜德章 跪下 准备行刑 跪下 不跪下是吗 这是被当成日本人的汤德章 最后一次站在台湾的土地上 回想拿到律师资格回到台南职业 也才短短四年 怎么四十岁人生就画上休止符 汤德章是日志时期 台湾人中的少数精英 即使是在1945年光复后 这样的人才也成了高层 礼遇跟拉拢的对象 当时台湾最高行政长官陈怡 就要汤德章出任公务员训练所所长 不过遭到了拒绝 他却没有用 最上头的头 想法他不改变 那种社会心的一些那种 那种那个隔隔不住的话是没有用的 后来他去当台南市南区区长 但依法律师不得兼任公职 一心想为弱小民众发声的汤德章 因而辞职 继续为宣扬人权与民主思想而努力 闪着光的人生看似要一路向上了 然而1947年28事件爆发 台南也出现反政府暴乱 一切变了掉 他作为前农我被谁欺负 那都穿得到处理 所以市长那些比较多了都被病了 这时汤德章正染上月籍 卧病在床 但他是当过警官的人 又是著名的人权律师 社会混乱之际 仍被推举出来维持台南市治安 228处理委员会 台南的处理委员会 派他当什么治安部长 一定是在初委会里面 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那协助等于安定地方 而且跟相关的学生啊 什么都密切的 爱得到一定的助手 所以后来当陈宇说 你们各地方可以自己推 这个首长候选人 他才会变成候选人之一 但汤德章并没有当上市长 却已被点名作记号 而笼罩异常气氛的台南 也聚集几百名愤怒的年轻人 他们再也无法 忍受中国人的欺压 决定用抢来的枪进行抗争 在汤德章的劝说安抚下 学生教出武器 才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功不可没 结果国君不但没有感谢 还想那汤德章一定有一本名册 能让他们追查到更多的叛乱分子 汤德章因为跟这些人往来 所以他才知道哪些跟他互动行为 当他发现了 军队人家进行逮捕的时候 他把这些名单就销毁了 汤德章保全了台南市民 青年精英不受军队屠杀 却激怒国君将他抓起来 严刑逼供 行仇一夜 有一个他认识的 也是姓杨的 记者男的 被关到他隔壁 我爸爸中国厕所 用筷子夹着 把他洗澡感情形化出来 用打的 只因为他是日本人 国民政府就认定 汤德章担任治安组长的 处理委员会 是日本人的叛乱组织 而他就是叛乱首谋 他们就是对日本人特别 他不翻干嘛 所以他有日本的这种协议 对他来讲是不利的 最终什么都不说的汤德章 在1947年3月13号的下午 被军队压解到卡车上游街 阻屋反警得争 组织背法环体 攻劫暴徒 捣乱治安 并向夺军用枪械处以死刑 即刻在大正公园予以枪劫 枪劫是马上来不应该第二天吧 要枪毙之前还要先游街市场 然后要让你们知道害怕 基本上就是达到威吓的效果 但现在这是不合近代法原则的作法 小平部 我妹 我妹 你古不得我说我怎么办 你我心肯定 老大和我心肺 被五花大榜的唐德璋背上插着牌子 面不改色 直到这一刻仍旧不屈服 你哪一条决人 做主力让你高带 台湾这个人都高 想国语啊 台湾金本塞 台湾金本塞 自主性 对台湾人前的自主性面 所以大家说说台湾人前的 被我们日语喊出来 他的这样的死亡 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公权力 没有依照法律跟制度行使 对人民虐杀的一个例子 国君甚至不准家属收尸 让断气的湯德璋 在原地讨了三天 三天的商业不能收尸 这是一种 从来你不曾经听过 有些人拿毯子去给他盖 有倡饮 有流血 在那边顾着阿兵哥 毯子发生 妻子也只能自己去收尸 不敢带孩子 生怕被抄家 好长一段时间 他们有家归不得 徒留恐惧与绝望 三个多月有吧 我每天都要爬墙 出来到别人家的地方去睡觉 湯德璋的以前的这种社会形象 就被扭转成为非常负面的 她的母亲就受到很多的这种气压 所以她儿子说她妈妈第一个很常生病 第二个有很多委屈没有人可以讲话 就跑去摸阿婆 不要啊 悲痛欲绝的是 就在汤德璋被枪决后没几天 竟然说她是无罪的 军方先抓人 有的人已经打死了 等会儿 那个 无电话去钓相关的 拳拳 拳拳拳没罪 但是人已经被打死了 这正义来得太迟 后来汤德璋逝世67年后 去南日的那天 也被定为台南市正义与勇气纪念日 感念她英勇奸忍的一生 没有那种勇气的话 你有心意有什么用 我包包两样都有 就走了 两样都有 有什么用 高龄87岁的汤聪模 对父亲被迫提早结束 勇敢悲壮的一生 仍感到讽刺与无奈 但也正是这股正义与勇气 使汤德璋得以 傲骨挺然的 用生命守护台南人 用生命守护台南人